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台湾非常的干旱 有没有想过一个岛周围全都是水 但是呢又非常干旱的这种情况 那它一个岛呢周围虽然说都是水 但是那些水是不能喝的 岛上往往最缺的就是淡水呀 没有淡水的陆地呢都不能叫岛 没有淡水的陆地只能叫礁 只有有淡水可以有生命的这种陆地呢才能叫岛 像台湾岛它虽然说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 但是呢它很缺水 别说是像台湾那么大了 就是澳大利亚那么大的一个岛 澳大利亚是很缺水的 我听澳大利亚的朋友跟我反应啊 澳大利亚那边它基本上买一瓶矿泉水的那个钱呀 在加拿大也好在中国也好 你都可以买一大箱了 基本上它那一瓶在加拿大就能买这一箱呢 是24平淡水是非常缺的 台湾的淡水是非常缺的 台湾的朋友说呢 台湾他们供水基本上是供五停二 每个礼拜七天 他们只能供五天的水停两天的水 你想想看呢 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那种短暂的停水 我们已经都受不了了 然后你每个礼拜都停水 每个礼拜都停两天 这两天溜溜的 24小时你没有水呀 你说你怎么办呀 那种生活真的是难以想象 而且我看到台湾的有朋友说 他们其实像我这种年龄的 他们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这种状况 那台湾的干旱是越来越严重 有多严重 还不仅仅止于说供五停二 它还会影响到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工业 台湾的农业 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它这个报道的名字就是 干旱危机中的台湾 保芯片厂供水 停农田灌溉 你从那名字上你就看出来 现在台湾在保这个芯片厂 芯片厂就是台积电 在保台积电 农田都停了 不种地了 没有水 我们来看一看详细的细节 这些中间我会给大家插入一些图片 你就看看它那个干旱的情况 说台湾新竹 庄正灯 这是一个人名了 一位农民的名字 他叫庄正灯 庄正灯那片不大不小的水稻田 据台湾计算机芯片产业的神经中枢 只有几步之遥 他离台积电那个工厂很近 台积电在台湾一共有三家工厂 总部是在台湾的新竹 还有两家工厂分别在台中和台南 好 就在台湾新竹 庄正灯那片不大不小的水稻田 距离台积电只有几步之遥 该产业供应了全球大部分iPhone 和其他小电子产品的芯片需求 今年 庄正灯为他的高科技邻居的经济重要性 付出了代价 台湾遭受干旱困扰 想方设法将用水留给家庭和工厂 已经关闭了数万英亩农田的灌溉 不止庄正灯一家 关闭了数万英亩 数万英亩就不中了 政府正在补偿种植者的收入损失 但是现年55岁的庄正灯担心 收成下降 会促使客户寻找其他的供应商 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多年收入低迷 他望着他干涸的褐色农田说 政府是利用这种金钱 把农民的嘴巴封掉 给你钱 你就别抱怨 你什么都别说了 官员们称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台湾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半个多世纪也就是50多年了 50多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 同时他也暴露了承载该岛半导体产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该产业是智能手机 汽车和其他组成现代生活的主要基石的全球供应链中 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 这个图片是台南附近的增稳水库 水位线已经滴到了危险的水位 这个图片就是庄政灯在新竹的一个农场里 他说就是用金钱把农民的嘴给封住了 这是新竹宝山水库 政府已经尝试在水库的上方促进云层的形成以抵抗干旱 芯片制造商使用大量的水来清洁工厂和晶片 晶片就是构成芯片基础的那个硅薄片 如果你以前用过光盘的话 晶片就类似于那光盘 由于全球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激增 已经给全球半导体供应带来压力 台湾供水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科技界依赖该岛 尤其是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担忧 全球最先进的芯片产能超过90%在台湾 由台积电运营 该公司为苹果、英特尔和其他知名公司供应芯片 台积电上周就表示 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1000亿美元 以增加产能 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其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台积电表示说 到目前为止 干旱尚未影响其生产 但是 即使随着科技产业的发展 台湾的降雨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因此台湾必须不断加大努力以保持用水供应 近几个月来 政府已经派出飞机 在水库上方燃烧化学品以促进云的行程 他在台积电总公司所在地新竹建造了一个海水淡化厂 并建立了一条将城市与多雨的北方连接起来的管道 他要求工厂减少用水 在一些地方降低了水压 并开始每周暂停用水供应两天 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一些公司 已经从其他地区用卡车运来了水 但最彻底的措施是停止灌溉 这影响了18.3万英亩的农田 约占台湾灌溉土地的五分之一 现在台湾有五分之一 也就是20%的农田就不种了 因为没水 这张图片里面显示的是 政府鼓励像田首喜这样的农民 今年不再种植作物 它背后的土地就是被荒废的土地 像比如台积电那些半导体的 他们没什么感觉 新竹市水稻种植者 现年63岁的田首喜说 我们农夫就想能够安分守己的种稻种田 台湾水力局副局长王一峰 在接受采访时 为政府的政策辩护 他说干旱意味着 即使有灌溉条件 收成也会不好 他说将稀缺的水转移给农场 而不是工厂和家庭 将会是两败俱伤 当被问及农民的缺水问题时 台积电的发言人高梦华说 高效用水对每个行业和公司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并指出台积电参与了提高灌溉效率的项目 作为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发达地区之一 台湾出现缺水是一个近乎悲剧的悖论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台湾降雨不少吗 这张图片我们看出来 地都干裂了 植物都干死了 稻田里的鱼都干死很久 都干本了 剩了一个躯壳 挣了一个骨架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干涸的干裂的这种土地 夏季台风为这里带来了大部分居民用水 但暴雨也导致台湾山区的泥土倾泻进水库 这逐渐减少了水库的蓄水量 每年降雨量的变化也很大 去年雨季没有任何的台风登陆台湾 是自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 台湾上一次靠大规模停灌来节约用水 是2015年 就是五年前 再前面一次是2004年 2004年开始10年出现了一次 是2015年 然后现在是2021年 然后五六年的时间又出现一次特别严重的 如果过两年又一样状况 过三年又一样状况 其实我们就会说 台湾以后一定进入了一个高缺水的时代 这是国立大学的水木工程系教授 游警员说的 我们现在就是静观其变 台积电称 2019年该公司在新竹的厂房每天要消耗6.3万吨水 占当地两个水库 宝山水库加宝山第二水库去水量的10%以上 台积电称 台积电还表示 当年其已在生产过程中 循环利用了86%以上的用水 依靠增加循环利用和采取其他新措施 比前一年节约了360万吨水 一年节约360万吨真的是杯水车薪 但与其2019年全部台湾工厂消耗的6300万吨水相比 这一数字太小了 一年他就要消耗6300万吨的水 但是他一年说是节约360万吨 总部的这一间工厂一天他就要用掉6.3万吨水 庄正灯在新竹农场的生意伙伴郭玉玲 并不喜欢把芯片产业妖魔化 如果没有今天科技园区这样子发达 我们其实也做不起来 郭玉玲今年32岁 在谈到该市的主要工业园区史说 台积电的工程师 是购买我们大米的重要客户 但郭玉玲又说 指责农民耗水 却对经济贡献示威的做法也是错的 能不能合理算准农业的蓄水 然后工业的用水 不要老是污名化农业 他说 国立成功大学的水利工程系教授王小文表示 台湾用水危机背后最大的问题 是政府定下的水价太低了 这等于就是鼓励浪费啊 这张图片就是增文水库 可以看出来随着增文水库的水位继续下降 一些企业已经从其他地区运来了一车车水 政府数据显示台湾家庭平均每人每天使用大约75加轮 大约284升水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西欧大多数人的用水量低于这个数字 但是美国人用水量比这个更高 水利鼠的王一峰表示 如果你把它做调整 对社会比较弱势的族群 它的打击会相当的大 因此我们在进行水价的调整的时候 都非常的审慎 要照顾到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 台湾行政院院长上个月表示 政府将考虑对1800家耗水量大的工厂 征收额外的费用 曾经担任台湾内政部长的水利工程学教授 李洪源也批评说 官僚主义的泥沼 使新建废水回收厂和现代化的管道网络 变得非常困难 其他的小国都非常的灵活 李洪源说 但我们是一个大国的运作逻辑 他认为这是因为台湾政府成立于 数十年前中国内战结束之后 其目标是统治整个中国 此后他虽然放弃了这一雄心 但是官僚主义并没有消失 台湾西南部既是农业中心 也是新兴的工业中心 台积电最先进的芯片工厂 就设于南方城市台南 位于那附近的增稳水库的某些地方 已经缩减成一条泥流 在被称为情人公园的风景沿线 可以看到水库底部已经变得 仿若巨大的月球表面 政府数据显示 这里的水量占到蓄水总量的约11.6% 这张图片是宝山第二水库 去年雨季没有任何台风登陆台湾 这个水库几乎有干了 这张图片显示一些农民 在台南的田野里骑车 来打发他们新获得的闲暇时间 这是农民卸财山 用井水种植了一些玉米 他说当农民最不好的呀 在台南附近的农业城镇 许多种植户表示 至少现在他们还满足于 靠财政补贴过活 他们在修耕地里清除杂草 他们与友人喝茶 骑着自行车远游 但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 台湾公众似乎已经认定 无论是对岛内还是对世界而言 水稻种植都不如半导体重要 这一切都告诉农民 是时候找其他的工作了 肥料也涨价 农药也涨价 74岁的水稻田种植户 谢财山说 当农民最不好的呀 因为出现在一部 讲述农民改换生计的纪录片里 四周环绕着宁静田野的京辽村 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镇子里只剩下一头牛 他每天都在拉游客 而不是耕田 我们这边70岁算是年轻的了 69岁的盗奴杨贵川说 杨贵川两个儿子都在工业企业工作 台湾如果没有工业靠农业 可能都要饿死了 杨贵川说 这个图片里面 右边穿衬衫的是黄水河 而左边就是杨贵川 他们坐在那里喝下午茶 而不是种地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的 就是现在在台湾 因为干旱对农业造成的影响 台湾现在喝不上水 现在是把20%的耕田荒芜掉 因为没有水没有办法种植 将来势必会影响到台湾的粮食 这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粮食啊 但是台湾如果继续干旱下去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每一个礼拜两天没有水 两整天没有水的日子 真的是难以想象 这样的日子还能有多高的幸福感呢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